2012年11月初,重庆市九龙园派出所。 这天下午,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急匆匆地走进九龙园派出所。 金官,我要报案,我要不失踪啊? 我已经一个星期联系不上他了,他肯定是出事了。 原来,这个男人是来报失踪案的。 他老婆的名字叫黎云,29岁,身高1米55左右。 失踪之前,一个人独自住在杨家平某某街19号的出租屋里。 根据男子的描述,他和老婆黎云有些矛盾争吵,所以没住在一起。 但是,黎云一直还在帮他的门店做市场销售工作。 10月29号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黎云。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他都联系不上黎云了,打电话也没人接。 他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黎云,他穿着红色上衣、超短裙和金色的高跟鞋。 派出所民警认真细致地记录下了这些情况,并让他回去等消息。 谁知,两天之后,怪事发生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也来到了九龙园派出所,他也是来报失踪案的,称自己的同居女友失踪了。 我女朋友叫黎云,二十九岁,身到一里五五,我们现在就住在杨家平,我某节19号。 各位,您注意到了吧,相隔两天,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都来报案。 一个说是老婆失踪,一个说是女朋友不见,可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巧合的事吗? 难道是同名同姓?失踪的女人都叫黎云。 更戏剧性的是,黎云的租住地址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事儿可有些蹊跷了,不过,民警也并未立刻升仗,毕竟这是失踪案,先好好处理信息采集工作,调查一下情况再说。 时间继续来到了十一月底,吃过午饭,住在九龙坡一处拆迁工地附近的村民老张,便扛着锄头出门了。 他打算去废弃的工地上挖些泥土,盖到自己地里,好种一些蔬菜瓜果什么的。 这块地被开发商圈了很久,一直没有动工,由于无人打理,里边荒草遍地,还长得挺繁茂的。 老张看中一块地方,便埋头挖了起来,见着前方地面上覆盖着一大块的广告布,老张想都没想,便哗啦一声,将气掀开了。 这时,老张突然倒退两步,眼睛发直,吓了一跳。 广告布的下边居然藏着一具尸体,一具头发掉光,手臂已经变成白骨的尸体。 老张这是撞了什么大运呢?实在是太吓人了。 虽说这是大白天,还是中午,可这荒地面积很大,四周荒无人厌,一人一尸就这样对峙着,也不是什么好事。 老张转身就跑,并且第一时间报了警。 九龙坡半岸宁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法医看到尸体,也是眉头紧锁。 或许是暴露在外多时,尸体已经腐败辨认不经面目了,但是,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个女子,而且还是个衣着时髦的女子。 女尸的头骨和手臂已经出现白骨化,因此,即头部的头发掉落不少,不过还是看得清是黄色的染发。 女尸的头发,即身着红色上衣,短裙,佩戴耳环,手上还有一枚戒指。 在距离尸体三米远的位置,一双金色的高跟皮鞋散没。 从死者的绞刑判断,这双鞋子正是她生前所穿之物。 法医通过尸检得出,女子的死亡原因为顿气击打头部,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时间在三个星期左右。 女子的年龄不大,大概在二十八至三十二岁之间。 从她的衣着打扮来看,女子算得上一名爱美的时髦女性了。 现场的勘验结果,尸体周围没有拖拽和移动的痕迹,这就说明这处荒废的工地正式案发第一现场。 然而,警方环顾死周却觉得有些不合常理。 这个地方,地处九龙坡城乡结合部,周边都是在建工地。 居住的除了农村装户人家,就是工地上打工的工人们。 一个打扮时尚的年轻女人为何会来到这里呢? 她到底是跟谁一起来的呢? 跑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如今之际,找到女子的真实身份,或许可以解开这团迷雾。 就在警方对各个工地进行搜查时,旁边有村民提供了一条线索。 两周前,她在距离尸体几百米远的一处沟渠内看到过一个胯包。 幸好,警方找到那里时,发现胯包还在。 这是一个棕色的女士胯包,拉链是打开的,里边的东西一览无余。 有一个口红和一串门钥匙,除此之外,没有看到手机、钱包等重妙物品。 很显然,这个包是被人丢弃在这里的。 那么,它和那具女士之间有关联吗?要如何证明这些呢? 多亏了包里那只口红,警方才找到了答案。 在对口红上提取的生物剪裁与女士进行对比之后,警方肯定了之前的猜测,这个胯包正是死者拥有。 不过,案件此时依旧是一团迷雾,包里没有任何的财物和贵重物品,难道说凶手是劫财杀人吗? 胯包里没有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也查不出湿源,周边也没有任何可以调用的监控。 况且,具体案发时间的哪一天也不清楚,这案子似乎走进了死胡同里。 如揭只有先在工地周边的村子做摸牌调查。 可谁也没想到,几天后,九龙园派出所传来消息。 死者的情况和两周前派出所出现的奇怪报案很相似。 没错,就是那两个男人报案失踪的老婆和女朋友。 无论是身形、体探、还有穿着打扮,都跟死者非常接近。 最终,警方叫来了那名二十多岁寻找失踪女友的小伙子, 让她认一认照片上那个棕色的女包,结果她一眼便认出这就是女友黎云之物。 警方又来到了黎云和小伙子同居的租住地,并用跨堡里的那串钥匙成功打开了门锁。 为了慎重起见,警方还采集到了黎云父母的DNA进行比对。 最终,检测结果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荒废工地上的无名女尸正是黎云。 死者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可更多的疑问却涌现了出来。 经过另一名三十岁男子辨认,她确认死者就是她失踪的老婆,黎云。 一个女人两重身份,这到底闹得是哪一出呢? 一个女人既是别人的老婆,又是别人的女友,黎云居然拥有两种身份,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黎云确实已经结婚,不过已经和丈夫分居多年。 虽说夫妻感情没有了,但黎云却一直在丈夫的门店跑业务, 两个人还是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几乎天天见面。 而那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是她与丈夫分居以后的同居男友。 当然,由于黎云住在外边,丈夫并不知道她有同居男友的事情, 而男朋友也不知道她还没离婚的事。 总之,就是这么搅来搅去的混乱局面,才闹出了两个男人几乎同时去派出所报案的场景。 如今,既然知道死者的真实身份了,似乎案子将有更进一步侦破进展的希望。 不过,此时最先被怀疑的正是和黎云关系密切的这两个男人, 他们到底有没有作案嫌疑呢? 然而,经过一番调查, 这两个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具备作案时间, 嫌疑最终被排除了。 接下来,男朋友说出了死者的一个兴趣爱好, 他喜欢下班去舞厅跳舞,经常很晚才回来。 歌舞厅,那可是个鱼龙混杂之地呀。 黎云经常去的那个舞厅就在距离建筑工地几公里远的位置。 果然,舞厅的一些服务员和跳舞的人都认出了黎云的照片。 当面对警察的询问时,有人回忆, 这个女人确实经常来舞厅跳舞, 由于年轻漂亮,穿着时尚, 算得上是舞厅里的明星级人物。 不过,她并不叫黎云, 而是以李丽的名字自居。 看来,黎云并没有用真名, 而是使用了假身份来舞厅消遣。 根据警方的调查, 这一地段舞厅有几十件, 属于门票十几元一张的低消费场所。 既来跳舞的人也多为附近打工的人群。 由于人员流动性很大, 因此大多数人并不以真实身份示人。 黎云因为性格开放, 玩得开, 穿着也靓丽, 成为了舞厅中许多男人追捧的对象, 所以大家对她都有印象。 如今看来, 黎云不只是双重身份, 这已经是三重身份了。 舞池里的昏暗灯光, 互相不认识的男女, 肥着音乐的节拍, 欢快的舞动。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 是否孕育出了犯罪的冲动呢? 警方决定, 围绕舞厅中常来跳舞的男人进行调查。 不过,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舞厅大门敞开, 每天人来人往, 十块钱买张门票进入, 连登记都免了, 这要怎么查? 简直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黎云失踪的时间线。 根据黎云丈夫的回忆, 她是在10月29日中午见过黎云最后一次, 晚上打对方手机便已经是关机状态了。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时间, 10月29号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门店的监控视频也显示, 黎云在29日下午2点左右离开, 那是否说明她在29日的晚上已经遇害了呢? 警方决定, 以10月29号为时间节点, 继续在舞厅寻找线索。 果然, 歌舞厅的售票员回忆起了那一天的场景。 售票员说, 李莉下午2点多久来过舞厅, 但是在门口没有进去。 接下来, 售票员还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29日下午, 原本打算进入歌厅的黎云被街对面的一个男子叫住, 两人站在街边说了一会儿话, 随后一起离开了。 证查员们听到这里, 非常兴奋, 终于发现了可疑人员。 就在这时, 调查案发工地周边村民的民警们也有了新的发现。 有人上交了一个手机, 据说是在几星期前的街边捡到的。 这是一个红色的女士手机, 捡到时呈现关机状态。 经过黎云男友的辨认, 确认手机正是黎云之屋。 手机被捡到的位置, 距离那处工地不足一公里。 巧合的是, 那个地方正对着一处监控摄像头。 果然, 警方在监控视频中仔细地查找, 当日期调到了10月29号那一天时,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身影。 当天晚上11点左右, 一名年轻男子做出一个扔东西的动作, 经过仔细辨认他扔掉的正是黎云的手机。 查证静向到这一步, 出现了两个可疑男子。 一个男人出现在舞厅外, 并和黎云一起离开。 另一个男人在当天晚上 神神秘秘地扔掉了黎云的手机。 黎云很可能在10月29日晚上 已经遇害了, 这两个男人一定跟案子有重大关联。 那他们到底是谁呢? 经过舞厅售票员的辨认, 他认定扔手机的男子 和叫走黎云的男人是同一个人。 而这个人也是舞厅的常客, 有舞友跟他跳过舞, 最终认出了他, 也提供出了他的身份信息。 此人名叫朱华平, 32岁, 重庆江金人。 朱华平就在不远处的一处工地 做建筑工人。 案子已经逐渐清晰, 朱华平在案发当天带走了死者, 又在晚上11点多扔掉了死者的手机。 他到底做了什么, 似乎已经招然若肩。 接下来, 警方需要搞清楚的是案件的真相。 朱华平, 你到底为什么要杀害黎云呢? 是时候, 坦白你的作案动机了。 可出人意料的是, 当警方质问朱华平这一切的时候, 他却显得一脸茫然, 表示自己并不认识黎云。 朱华平承认自己杀了人, 不过, 杀害的是女友凋莉莉, 并非是黎云。 直到这一刻, 朱华平才从警察口中 得知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事实, 凋莉莉就是黎云。 这个女人欺骗了她。 原来, 朱华平半年前在舞厅认识了化名李莉的女子, 李莉告诉她自己的真名叫凋莉莉。 望着眼前这个性格开朗, 舞姿翩翩的女子, 朱华平觉得自己陷入了情网。 朱华平性格较为内向, 除了工地打工也没什么朋友, 道舞厅去成了她接触外边世界的唯一通道, 而凋莉莉似乎就是她毫无生气的生活中 一道亮丽炫目的光芒。 她很喜欢这个女人, 也努力在追求这个女人。 可是, 凋莉莉对朱华平一直是若即若离, 多数的时候还是拒绝的态度。 然而, 毫无感情经历的朱华平, 依旧一门心思地向凋莉莉示好。 根据她自己的交代, 半年时间内她在凋莉莉身上花了一万多元, 就是为了博取美女的欢心。 10月29号下午, 朱华平又在舞厅外等待凋莉莉, 并邀请她一起去附近的茶馆打麻将。 谁知, 由于时间还早, 麻将馆里无人, 朱华平就提议去附近的一处工地转转, 谈谈心。 两人一起来到工地草坪玩耍, 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许久, 天都要黑了。 此时, 朱华平又就是重提希望和凋莉莉谈恋爱。 和往常一样, 凋莉莉并未答应她。 由于语言上的冲突, 两人开始抓扯和推散。 或许是凋莉莉的话语中又刺激到朱华平的地方, 或许是觉得自己半年来花费了一万多元, 如今还是打水漂, 心有不甘。 总之, 这一次, 朱华平被彻底激怒了。 她狠狠地推到凋莉莉, 随手拿起石块狠狠地砸向她的头部。 冷静下来的朱华平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眼见着附近有掉落的广告布, 便将凋莉莉的尸体遮盖, 又拿上她的包和手机, 慌忙离开。 随后, 跨包被她扔在了远处的一个勾渠内, 而手机则是当晚十一点多扔在了街道旁。 一直到警察找上门来的那一刻, 朱华平才知道, 自己杀死的这个女人从未以真名示人。 李莉不存在, 刁莉莉更不存在。 自己心心念念喜欢到不行的女人, 居然是一个还未离婚, 有同居男友, 而且以假名自居的念巨人。 这是一场没有人赢的较量, 死者如此, 凶手如此, 案件里的每个人, 都是如此。 然而, 这一切罪恶的源头, 到底在哪里呢? 第二个案件, 过亿老板被害致迷。 身高1.4米, 身价举过亿, 患有小儿麻痹, 举邂逅浪漫的爱情。 他就是20世纪的传奇人物, 重庆同辉集团董事长, 汪显东。 2006年3月21日早上, 汪显东被家里的保姆发现, 死在了床上。 送完孩子回来的妻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 痛哭不已。 经过法医鉴定, 汪显东是由心肺出血, 导致在睡梦中猝死的。 然而, 汪显东生前的各项体检中, 却没有显示任何心肺方面的疾病。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法医界的专家陈世贤 再次为汪显东做了一次尸检。 陈世贤在内的几位法医 围着死者仔细地观察,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陈世贤发现, 死者口唇部位带要细微地出血裂痕。 他下意识地掰开死者的口腔, 接过手电筒, 放进一找。 口腔内部左边位置, 研磨上有一个暗紫色的血炮。 死, 这不是猝死, 而是谋杀。 陈世贤缓缓缓地说道, 仅凭口腔那一个暗紫色的血炮, 就能断定汪显东是被谋杀的。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凶手会是谁呢? 他是如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杀害了汪显东, 又成功脱身的呢? 怀疑汪显东是被谋杀后, 警方便开始对其身边人进行轮番的盘问。 案发的前一天晚上, 汪显东约了几多朋友在家中打牌, 几个人表示, 他们一直玩到12点才结束。 他们都说, 汪显东将他们送回家后, 12点40分左右, 他们收到汪显东发来的信息, 表示打牌没尽兴, 要第二天再约。 可没想到, 汪显东竟会猝死在家中。 而根据汪显东家中保姆的回忆, 当天晚上9点50分左右, 汪显东让他煮一份宵夜。 11点30分左右, 他端着煮好的稀饭和豆腐乳, 走进了娱乐室。 先生, 宵夜煮好了。 保姆说, 汪显东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让把宵夜送到卧室去。 肥后, 他便听到他们玩牌散场的声音。 先生的家是一幢三层的大别墅, 他跟太太的卧室在三楼。 先生不喜欢吃太烫的饭菜, 我就把宵夜放在厨房凉了一会儿, 然后才端着去了三楼。 在经过客厅时, 我特意看了眼墙上的钟表, 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50分了。 上楼时, 我还碰见了太太, 之后, 我便回自己房间睡了。 除了保姆和当晚的几个朋友, 汪显东的家里就只剩下了他的一双儿女和妻子刘祖芬了。 两个孩子年龄上小, 据保姆说, 他们晚上十点就睡了。 那么, 现在只剩下妻子刘祖芬一个人了。 刘祖芬无法接受丈夫汪显东的突然离世, 整日一泪洗面, 几度哭到晕倦, 精神时好时坏。 警方怕让他回忆案情会刺激到他, 所以一直等他情绪平复之后, 才最后传唤了他。 那天晚上, 显东找了几个好友, 来家里打牌。 我跟闺蜜在可厅里聊天, 还看了一会儿电视。 9点40分左右, 显东端着水杯上楼吃不闹药, 我就坐在那儿替他打了会儿牌。 等他回来后, 我就起来了。 后来, 他让李阿姨煮宵夜。 我这时才发现, 已经湿一点了, 就送走了闺蜜, 上楼去睡了。 显东是什么时候回来睡的我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 我早早起来说孩子们上学, 回来时我就听李阿姨说, 显东还没起床。 谁能想到, 他机会这样睡过去了。 说到这里, 刘祖芬又忍不住痛哭起来。 为了验证刘祖芬所说, 警方又传唤了他的闺蜜, 闺蜜确实是在晚上11点左右 离开汪剑东家的。 警方的工作人员 做完所有人的笔录后, 将他们讲述当晚发生的时间 进行对照, 很快便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疑点。 夜里11点50分左右, 保姆李阿姨说她在上楼时 碰见了刘祖芬, 而刘祖芬却说她在11点时 就已经上床睡觉了, 中间整整多出了50分钟, 这个出入未免有点大了。 而且, 保姆李阿姨端着夜宵上楼时, 是特意看了一下时间的, 这个应该不会急错。 那么, 刘祖芬为什么会说她11点就已经睡着了呢? 为了验证两人谁在说谎, 警方再次传唤了保姆和刘祖芬。 保姆一口咬定, 她确实是在11点50分左右上的楼, 也十分肯定碰见了刘祖芬。 反而使刘祖芬在警方一次次的追问下, 变得不再坚定。 呃, 可能是我中间起来上了一趟厕所吧。 蓄体的我也不记得了。 面对刘祖芬的辩解, 警方更加重了对她的怀疑。 她和汪显东的卧室明明就有洗手间, 这个解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就在审讯陷入僵尸状态时, 理法医那边对死者尸体的检验 却有了新的进展。 理法医在警方的要求下, 对汪显东的尸体进行了尸检, 得出了猝死的结论。 在离开的时候, 汪显东的姐姐哭着嚷着说, 弟弟绝对不是猝死。 鉴于法医职业的严谨性, 理法医找到了汪显东的私人医生, 要求查看其生前的体检报告 及服用的药物。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 却再次发现了重大医殿。 汪显东得过小儿马币, 身材矮小, 1996年还患过一次病毒性脑炎, 留下了癫痫的并发症。 这些年, 他一直在服用补脑的药物, 癫痫也不常发作了, 但这些疾病与猝死却毫不相干。 除此之外, 他没有任何可以导致猝死的心肺方面疾病。 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理法医请求法医界的专家陈世贤再次进行尸检。 3月26日, 陈世贤乘坐飞机来到重庆。 理法医在机场接到自己的老师后, 就匆匆赶往了殡仪馆。 左边领部又微笑存上, 扣唇部位有裂痕, 嘴唇上有不明显的牙液。 陈世贤戴着医用手套, 仔细地对死者尸体进行观察。 紧接着, 陈世贤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他掰开死者的口腔, 接过旁边理法医手里的手电筒, 向死者口腔内部召具。 口腔左边黏膜上, 有一个暗紫色的小圆叠血泡。 说完, 陈世贤抬头问理法医, 当时尸检, 你发现这个血泡了吗? 当时只做了头腔内部出诊, 并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理法医一边暗暗佩佛老师的观察入微, 一边略带惭愧地说道, 我们都知道, 血泡是粘膜和牙齿之间产生强打摩擦形成的。 再加上口唇周围这些细微的伤头, 证明死者生前遭受过巨大的压力。 这绝对是一起谋杀案啊。 陈世贤摘下了医用手套, 缓缓地说道, 警方把审讯时的笔录和法医鉴定结果一结合, 很快便将刘祖芬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他们几乎可以肯定, 刘祖芬正是在案发当晚十二点以后动的手, 这个时间段只有汪贤东和刘祖芬两个人。 那么, 刘祖芬又是如何动手将丈夫汪贤东杀害的呢? 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面对刘祖芬的失口否认, 警方无计可施, 案件不得不再次延期。 得知案件苦于没有证据, 无法将凶手抓捕贵案, 陈史贤在离开重庆前来到了刑侦大队, 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几乎可以确定刘祖芬就是凶手, 那不妨将整个案件进行倒推。 假设刘祖芬就是凶手, 那他会如何谋杀丈夫汪贤东呢? 汪贤东虽然身材矮小, 行动也不方便, 但他毕竟是个男人。 刘祖芬一个女人, 就算他力气再大, 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想要杀掉汪贤东也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 当晚他们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现场更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这又说明什么呢? 这真是一语惊醒弄中人, 现场的刑侦人员连忙打开验尸报告, 但是, 胃内容物毒简这一项中, 却赫然写着, 并未发现任何可以治人死亡的安眠药、 农药、毒鼠墙等有毒物质残留。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多观察细节, 就一定能找出破绽。 说完这句话, 陈世贤便离开了刑侦大队, 坐飞机回了北京。 就在这时,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化验室的样本库进行了升级, 很多之前没有的药物都被输入了系统,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办案人员, 要求再次对死者的胃内容物进行检测。 结果, 事情真的出现了转机。 胃内容物毒简一项中, 白纸黑字地写着, 检测出曲宁残留。 化验员说, 曲宁是一种治疗失眠的新药, 之前并没有在样本库中。 有了这项检测报告, 警方再次对刘祖芬进行调查, 果然在他近期的账单中, 发现了购买曲宁的记录。 随后, 事情的真相也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警方再次传唤了刘祖芬, 面对证据, 刘祖芬依然拒绝承认。 显东很会赚钱, 对我和孩子也好, 他死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您来娶您干什么? 我失眠, 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经过我们调查, 你最近并没有服用过安眠药。 面对警方的步步紧逼, 刘祖芬仍然失口抵赖。 就在这时, 得知警方将刘祖芬列为重要嫌疑人的汪显东姐姐, 来到了刑侦大队。 汪显东姐姐告诉办案人员, 早在2002年时, 汪显东和刘祖芬曾闹过一次离婚。 当时, 因为公司需要资金轴转, 汪显东想抵押别墅, 抵押公司要求夫妻双方签字。 得知情况的刘祖芬却趾高气扬地表示, 想要他签字, 必须得给他60万。 刘祖芬三个字, 一个字, 20万。 哈, 60万并不多。 汪显东没想到, 他平日里并没有亏待过妻子。 如今妻子的这个行为让他又震惊又气愤。 为了顾全大局, 汪显东忍下怒火, 表示只给刘祖芬30万。 公司正常运营后, 汪显东便开始调查刘祖芬。 调查结果却令他勃然大怒, 刘祖芬早就背叛了他们的婚姻, 背叛了他这个家。 圣怒之下, 汪显东要求与刘祖芬离婚。 燕吉他们扶起多年, 汪显东表示, 他会给刘祖芬800万的现金, 外加一套别墅作为补偿。 孩子也不用他操心, 自己会好好地抚养长大。 可是后来, 也不知为什么, 这俩又和好了, 而且打那之后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 汪显东的姐姐回忆道, 这件事成了击溃刘祖芬心理防线的关键, 他崩溃大哭, 道出了杀夫的真相。 汪显东和刘祖芬于1991年举办婚礼, 婚礼特别盛大, 轰动一时。 1994年, 他们的女儿出生, 但一切也随着女儿的出生发生了变化。 女儿跟汪显东一样, 也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 而这也成为了刘祖芬渐渐嫌弃汪显东的理由, 从嫌弃、厌恶、罪后到恨。 随后, 汪显东听到风言风语, 说刘祖芬有了外遇, 再加上他索要六十万签字费的举动, 汪显东决心要与刘祖芬离婚。 刘祖芬一下子就慌了, 汪显东那么有钱, 如果离婚, 自己才能得八百万, 他是心有不甘, 就在丈夫面前痛哭流涕。 汪显东看着一双儿女, 心软了, 让刘祖芬签下了一份 不再出轨的保证书。 至此以后, 绝口不再提离婚之事。 但是, 刘祖芬的心理恨意却越发地强烈。 尤其是, 得知汪显东已经通过律师, 立了一份他死后, 刘祖芬只分得一百万遗产的遗嘱时, 刘祖芬更加愤恨这个 让他耗费青春的男人了。 2007年3月21日, 等所有人都走后, 汪显东回到卧室, 喝下了刘祖芬放有安眠药的水。 半夜时, 汪显东醒过来一次, 只是, 他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妻子刘祖芬用枕头捂住了头。 吃了安眠药的汪显东浑身使不上劲, 就这样被活活地捂死了。 法庭之上, 刘祖芬为了减刑, 谎称汪显东再晚也有外遇。 后来见到此招不管用, 刘祖芬又让自己的儿女写了亲笔信, 为自己求情。 法律是公正的, 最终, 法院判处刘祖芬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样成如今的悲剧, 刘祖芬怪不得任何人, 只是可怜他们的一双儿女。 贱使没了父亲, 母亲又被判了刑。 一个只有十二岁, 另一个只有八岁。 这两个孩子的一生, 要怎样才能摆脱 这挥之不惧的阴影呢?